我们怎么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来对抗诈骗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立委应该要有这样的共识 我们的银行,我们还有所有的公民都要自救 我们去抓诈骗,只让诈骗没有机会 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诈骗非常的多 那以前诈骗呢,就是说把你骗来了 然后你这个部分的话,就去从存款这边领钱给他 那现在呢,这个诈骗不断的在进展 那我是什么阿土博啦,我阿土博啦,做股票啦 所以各位呢,这里呢,就是叫你股票加赖来参加这个 然后帮你代操 那前不久呢,就有一个人,他也是我们高级的公务员 各位,他来了以后就是说,我股票在那里面赚了1亿 但是现在拿不出来 他说呢,要拿出来的话,还要再10层的抽趴 然后还要再拿1000万去给他 那这时候他来问我说,有没有办法帮他把这个仪役拿出来 我跟他讲说,你不知道这是诈骗吗 那一定是拿不出来,而且你要拿出来,他一定叫你弄得更多 各位,还有在网路上这一种名人如果都被人家拿出来说 你在招揽这个什么赖的投资群组 这一些名人应该也一并要把他告进去 因为你不出来社会澄清说,我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你还让人家一直利用你的话,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有跟他合在一起的 所以各位,现在这一种投资诈骗 网路诈骗,感情诈骗很多 那他现在又进展到说呢 他来骗你的时候,还叫你到钱庄 去钱庄借钱 然后呢,这个钱庄把钱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 然后呢,你又把这个钱交出去给对方 那现在这种情形的时候 当他又动到你的不动产的时候 这情形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各位,有一个人呢 他呢,就是收到电话 说呢,他的财产呢 被检察官监管 各位,这是不是都是老梗了 那这一个呢,是退休的公务员 是个女孩子已经70岁左右了 那他说他监管 他就相信他呢 那各位,监管的话 他叫他把钱呢,要汇给他 各位,几百万就汇出去给他监管呢 监管了以后,他就想说 哦,你还有财产 你还有不动产吗 也要监管 所以各位呢,他呢 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不动产要去跟钱庄 要去跟钱庄借钱 各位,他的房子 透天的房子在台南 就拿去跟钱庄呢 设定抵押 借款 那各位 设定抵押权要借钱 各位,设定三千多万 那这个抵押呢 他会给你收利息 各位,那么也会给你收 慈元利息 最可怕的就是 他给你收 违约金 对,这违约金呢 就会高达三十几 三十几%到五十%左右的违约金 那他们呢 为了不让 不过税局缴税 所以他的利息就写得比较少 或是写成零 那这个慈元利息的话 他就会写比较多 那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现在的利息 如果超过16%以上的话呢 是无效的 那如果你多护的 像现在你利息 护两分半三分的 就是年息三十六 三十三十六的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的话呢 你多护的部分 多护的利息呢 可以去把它请求回来 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些钱庄呢 知道了这个法律的规定 所以他这个利息 私底下跟你收的 都还是收以前 两分半 这种收法 那他呢 全部都给他灌在 那个抵押权的违约金上面 那意思就是说 以后如果你违约 我拍卖你的话 你这个违约金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他现在就被设定了 那么设定了以后 钱庄呢 就把钱汇到他的账户 结果他的账户又汇出去 给这一个诈骗集团 说要监管 结果现在的情形 已经原来知道是骗局一场 可是各位呢 你的房子 透天的房子 就是这个公务员 安身立命所在 就是这辈子就是 要靠这个部分 他好害怕钱庄呢 将来就来跟他拍卖他的房子 他就没有办法住 那各位呢 像这种案子呢 不声美举 好多好多 那各位呢 这个你去跟钱庄 当初借钱的时候 请问钱庄会给你借居吗 不会的 那各位 他钱会汇款到你的账户 然后呢 就是你会陪着你去领出来 然后马上领出来 就给这个车手呢 拿走 所以他呢 这个金流会做得很清楚 会汇过来给你 那么这个借鉴呢 没有 那我也有帮过很多被骗的人呢 后来就是说 要去跟钱庄 把这个钱清掉 因为他这时候 要几个处理方式 要把它卖掉 我们要把他的钱清掉 我们就要跟钱庄 到那个地政事务所 然后我把这个银行资 或台资的票交给了钱庄 那么当场呢 这个情形 还要钱庄去同意图销 在地政事务所图销 各位 那么后来我们要把这个借鉴拿出来 钱庄怕我们告他 他就用那个麦克比 把所有的借鉴 还有本票等等 都把你划掉 然后当场把它 就擦没有税纸机 全部把它碎掉 然后呢 他当场说 我已经帮你撕掉了 然后呢 你 让你拿不到这个借鉴 因为他怕你拿到这个借鉴 还有本票 将来去告他 钱庄说要拿多少钱 那我们的社会 长成这个样子 但我们在 在法院里面的法官 他不晓得 钱庄是这种情形 所以各位呢 我们去还钱庄 钱庄的时候 他我们必须要跟他约定 在地政事务所 他登记地政事务所审查过 说 好 你的同意书 同意图销了 他拿到钱了 他同意图销了 我们这时候才把票交给他 因为我们也怕把这个票 还了他的钱的话 他又不图销 所以这种东西的时候 是非常的一个弱势 你只要被设定进去 那各位呢 如果你放着都不去做的话 将来你会面临钱庄 来跟你申请拍卖抵押物 那这个钱呢 因为你一直没有还 所以他利息 持缘利息 还有违约金呢 他就会 一直卷上来 越卷越多 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呢 他只是实际上 跟他钱庄这样子 只实际费了2000多万 但是他抵押权 把他们家所有的房子土地 有的全部都给他设进去 设了8000多万 各位他为什么要设那么多 他就知道你缴不出来 我的利息违约金 一直崩大崩大崩大 你拖越久 我就崩的越多 将来的话 我会给你拍卖 你就会被所有的土地 跟房子都是我的 所以各位呢 他们钱庄他在放款 他不是真的要你的利息 他是要你的房子 要你的土地 社会是这个样子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这个东西你不能够不去处理它 因为你变成将来会拍卖 拍卖抵押物 你房子会被拍掉 那你要拍掉的话 将来你当然可以跟他告 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 要图销抵押权 然后你还要供担保 停止执行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 供担保停止执行 可是各位 这个担保的话 假设你设定的是8000万 这个时候法院是 利息0.05 大概又四年半 这样多少钱 8540 一年就400万 然后你要4.5年的话 就是要 4.16 就是大概1800万 要拿1800万的担保金 去放在法院 法院才能够给你停止执行 那实际上我们是 是给他借2000 是给他 他是会2000给我们而已 但是因为他给你设定8000万 所以你的工担保的金额 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让你根本就拿不出担保金 他就是准备就是要拍卖你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状况的时候 各位我们怎么去救他 如果不赶快处理 这房子利息违约金一直崩大 那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第一 就尽快 越快越好 尽快提起 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 就开始赶快告他 确认抵押债权什么 不存在 所以我实际上并没有跟你借贷这个钱 而且借贷这个钱的话 你是跟诈骗的共犯 我用民法92条撤销这个意思表示 这个是诈骗的共犯 你是用不法的行为 因为这个钱庄呢 其实跟诈骗集团是一条龙的 他呢 怎么会说我诈骗你 然后就介绍你到钱庄去借钱 而且那个钱庄都是一路就配合你 那么好 你只要设定了我钱就给你 都不用征信 他其实就是一整火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是用撤销意思表示 然后呢 说我们这个债权是不存在的 那各位呢 法官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要考虑这种情形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那个法官讲说 人家有汇钱给你啊 你怎么会借记也是你写的啊等等 不然你硬件证明也是你出的 你还去请硬件证明 我就是被诈骗才会一路上去配合嘛 所以在这种情形 竟然有法官会判决说 他们借贷是有效的 好了 纵使让你借贷有效 你的利息超过16%的 你当然也不可以给啊 还有这个违约金这么高 我们的司法法官竟然都没有左减 或是说左减的不多 你不晓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外面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 所以各位呢 这种东西的时候要赶快提起 确认抵押在全部存在 那么如果他是最高限额的话 要求说呢 我要结算 我要结算这个部分 甚至要还给你 所以各位呢 赶快到他了以后 第二个 把这个土地给他 把这个土地或房屋 给他卖掉 卖掉来清偿 这个准备来清偿 把这个钱提存在法院 准备来清偿 可是各位呢 钱庄也知道说 你准备把它卖掉 所以呢 这个钱庄呢 他呢 他呢 除了给你设定抵押之外呢 各位你们知道吗 这个钱庄还给你做什么 他有可能把你这个土地房子 又信托给第三人 钱庄这边的人 让你没办法去卖 第二个 钱庄还可以给你做预告什么 登记 就是说 哦 你这个土地已经准备卖给我了 所以呢 已经预告登记 各位 这些都不能移转啊 外面是狠到这种地步 你想要去卖地或卖屋呢 来还给钱庄 你都卖不动 因为他就是吃定你的 这样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当然要告他 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 图销抵押权 然后也要图销预告登记 各位另外一个就要撤销信托 各位这个律师没有相当的功力 还不会打 而且还打不起来 这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各位 但是他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法 把诈骗你的 然后带你去贷款 然后把你整个房屋土地绑起来 各位 我们一辈子辛辛苦苦 这样的一个公务员 辛辛苦苦 买了一个透天处 这个情形的时候 到老了 退休金就那么一点点 无非就是寄望这个房子涨价 我将来还可以以防养老 去用房子借点钱 或卖掉来过日子 遭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的司法 我们的国家政府 竟然没办法救他 而且他利用了这么多的法律制度 而且在我们的司法 竟然还承认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会讲说 那是你愿意的 被骗 当然也是我愿意啊 如果我不愿意 他就是恐吓压迫我了嘛 所以这种情形 要非常注意 各位 他话又讲回来 我们以前 把我们的钱 放在我们银行的账户 他不太安全 银行的监守制度把我们偷领走 那各位 至少还有存保 有保险可以cover我们 那我们怕的 现在不是怕被盗领 而是怕被骗自己领出来给人家 所以存款放在银行就已经很不安全 那么以前我们认为说 房屋土地登记在我们名下是安全的 我们把房屋土地借名在别人那边不安全 可是各位现在把房屋土地放在我们名下也不安全了 你会被骗着去钱庄借钱 各位你放到这种地步被骗了 你不要讲说我我不会被骗 我很冷静 我OK 你如果去听这些被骗的人的经历 他们就好像被吃了药 还有被催眠一样 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要讲说那是他贪心 各位 从以前金光党就说我们是贪心 其实这里面太多的学问是我们不知道的 每一个被骗来我这边讲的几乎都是就是被催眠 你不要讲说你是什么多大的官 你不要想说你法官退休都不会 法官也会被骗 因为你只要他只要借用这个部分能够touch到你 我就有办法把你骗走 唯一的方法就是挂断不跟他touch 但是各位 他就是找了机会说你水电会没交了 什么东西没有 还有利用说我可以保你什么好看来做公票 所以各位这种事情太可怕了 因此呢各位我们也一再的跟同学们讲 一再跟社会大众讲 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时候 这个的危险度我们应该学习外国 各位你把你的存款信托在银行里面 设定几个隔仓 这一边是我生活上要用的 这一边的话放定存 这一边的话去买台积电 那你这个时候每个月能够用的就是三万块钱 两万块钱这样生活所必须的银行会拨给你 你纵使被骗也是这个隔仓的钱被骗而已 你可以动用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动用不了 因为我们还有信托监察人 银行会帮你管 信托监察人会帮你管 这样子才是安全的 你就不会可以动用那么多钱 一下子就被骗光光 各位这是存款 这是股票都拿去信托 现在连不动产也应该要拿来信托 我们国家每年拨预算五六百亿 去给警政单位等等 这五六百亿拿来跟银行 辅助银行帮忙把财产信托在银行里面 银行跟物业一起合作 把你这个不动产能够有商业用途的去出租 帮你出租收租金 收取银行的管理会 管理会才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这么便宜 大家不要想不要想说放在银行不安全 各位银行比你安全多了 所以把不动产放在这里 那如果你是住家的话 也是信托在银行 你个人不能够随便去动用 去卖掉去借钱 那要借钱也跟银行借 以防养老 不会被骗去借 那不动产就信托给你管着 各位这样子的情形 你再搭配一下存款的信托 这个不动产也就安全 才能让你吃到牢 我们多么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来对抗诈骗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立委 应该要有这样的共识 我们的银行 我们还有所有的公民都要自救 各位这一些钱被骗走了 是我们社福要多大的负担 这些钱被骗走了 我们的命运都是多么的悲惨 这些钱被骗走了 你还在讲财富自由 你财富自由了 最后是被骗光了 所以各位 应该是财富自由之后 应该如何管好财产 透过信托制度 把财产放在安全的隔场里面 你有钱花 而且很自由的花 而且不害怕 不会被骗 这才是真正所谓财富自由 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看到社会上 每天都这么多的诈骗来咨询 我们对他无能为力的时候 真的我们就叫讲说 我们的政府真的应该要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还行 好好的把这个社会的制度推动 告诉我们所有的公民 还有告诉所有的人民 你应该要自救 应该要要求政府 不是只有把诈骗抓来判罪 那是好没有意义的 把人民的财产顾好 让诈骗没有机会 所以各位不是抓诈骗 是让诈骗没有机会 这才是真正解决 目前诈骗的方法 请各位同学 应该要多多宣导 多多利用这样的制度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